剛剛講到噴水 這個問題來了 因為大家剛剛有看到畫面 其實它噴水是噴向海面 為什麼不是直接噴那個船 就直接給這個船洗冷水澡 甚至還有網友在熱議 就覺得非常的好奇 非常的不理解 為什麼 您看那個噴水 那個水柱有多強烈 它噴向那個海面上 激起了白白的水花 最主要是因為菲律賓的船很小 那如果說那個水柱 如果直接去噴你這個甲板 噴你這個駕駛台的話 那很有可能會造成 菲律賓的這些船員 它本身就落海了 你是說在甲板上的人 一定會被沖下去 有可能會被沖 然後甚至滾下海裡面去 那如果發生了不幸 或是怎麼樣 那問題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像日本以前 就噴我們的漁船 那後來我們台灣的 那個海防署的 也就是跟它對噴 噴水之 對 我們也反噴水柱 結果那時候就很難看嘛 就是日本的船 那個水柱這麼大 台灣的水柱這麼小 後來就引起 那個台灣民眾強烈的反彈 把那個民進黨政府 罵得臭頭 那各位你想想看 中國大陸的海警船那麼的大 菲律賓的船那麼的小 那中國大陸的水柱力量有多大 如果去衝你這個 日本 菲律賓的這個小船的話 那如果它翻了翻覆啦 然後人員有滾下去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在這個部分 確實是很有節制 它是告訴你我有能力 我不這樣做而已 這叫做專業又節制 專業克制無可非議 這是中國大陸方面 特別強調的這一點 現在當然啦 菲律賓就說 其實我們也不怕 好像一副不怕大陸 海警船再來的這個樣子 因為他覺得有美國可以靠 當靠山 那麼主要的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其實是 在今年的5月 5月的時候當時是3號 那天呢 美國跟菲律賓聯合公佈 一個新制定的雙邊防護準則 是的 那麼菲律賓的駐美大使 也有向美國媒體CNN表示 美國跟菲律賓在南海聯合巡邏 美國菲律賓有聯合在南海的巡邏 說最晚會在 在今年的第三季 即將要上路了 而且他還說 澳洲也可能會參與 澳洲真的會參與嗎 倒是菲律賓的防長 那麼後來還有跟記者說 沒有正式討論 跟美國澳洲聯合巡邏的可能性 所以這件事情 賴老師到底定了沒有 我覺得美國跟澳洲 隨時會產生變化 第一個 我們已經強調的南海 不是菲律賓的 所以美國如果這樣做的話 美國基本上就是侵犯中國的主權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澳大利亞要加進來的話 那澳大利亞跟中國的關係 也絕對會轉變 好不容易有點改善的關係 那可能又退回去了 那好不容易雙反 就是反傾銷 反補貼的這些解除以後 很有可能又重新恢復了 那很有可能 對於其他的更多就包括鐵礦砂 或是其他的這些限制 就接踵而來的 所以澳大利亞自己要想清楚 腦袋要保持清醒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呢就是 你美國跟菲律賓定的 這個同盟條約 或是軍事的協防條約 那是你美國跟菲律賓的事 那時候先什麼防務準則 對不起那不是國際法 所以那是你們兩個 自己訂的規定 但是問題就在於 你沒有權利 在我的主權範圍內巡邏 就好像你跟鄰居 訂了一個 或者是你跑到一個 遙遠的一個地方 跟某個人訂了一個協定 說我們兩個結成同盟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 好 結果你要跑到 我家的院子裡面 來拿著槍在那邊走來走去 我當然把你轟走嘛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基本道理 因此菲律賓如果葬了美國 美國以為說 我就已經跟菲律賓 訂了這個條約了 我就可以到別人家的院子 那別想 所以你美國一旦來的時候 中國的海警船一定 甚至中國的軍艦 如果你派軍艦過來 中國就用軍艦伺候 如果你派海警船過來 中國就用海警船伺候 這個當然是一個必然 會發生的一個道理 那如果你美國強要幫 菲律賓出頭 那就來試看看 那我就問 今天這事情已經發生了 而且已經是隔了兩天了 那如果照現在 目前來看的話 美國其實現在就大可以 跟菲律賓的船隻 一起在那裡出現 美國就動嘴巴而已 那菲律賓開了口嗎 美國有回他什麼嗎 菲律賓說年底的時候 要跟美國聯合巡邏 然後呢 美國人說 這個後勤補給的問題 還沒有談好了 什麼 後勤補給的問題 對啊 後勤補給 你菲律賓你要幫我 還沒有談好 那問題就在於說 誰走在前面 誰走在後面 等一下 什麼叫後勤補給 不是已經說 菲律賓的這個基地 可以給美國使用了嗎 那就從那邊補給不就得了 還有很多細節要討論的 這是美國的說法 對 美國的說法 還有很多細節 那這聽起來是藉口吧 美國人當我不想 跟中國大陸炒飯的時候 我就藉口就一堆 因為九月份G20要開會了 那我還是想 有機會跟王毅談一下話吧 或是王毅可不可以 八月來美國一趟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在搞砸了 那也別想了嘛 然後十一月份不是APEC嗎 那APEC的時候 然後主辦國是美國 那如果中國不去 或者中國去了 不想跟你談話 那這個主辦國顏面掃地 那怎麼辦啊 對不對 所以對於這個美國人來講的話 我平常我叫你去 是我要你去弄中國 我要你弄 我給你當靠山 但是你去弄 你去拿刀子戳它 我給你當靠山 所以美國就只是講一講而已 但是杜特蒂就很聰明啊 所以不是啊 那照這樣來講的話 小馬克思就沒有杜特蒂聰明 大陸今天是噴水 美國是噴口水 美國一向噴口水 您有沒有看到 美國到今天為止 難道不都在噴口水嗎 美國也是叫韓國去弄 叫日本人去弄 叫越南人 叫菲律賓人 都是叫別人叫印度人 但是那時候不是搞一個 史無前例規模最大的 美印聯合軍演 而且就在中國的家門口嘛 對不對 結果印度不是就跑過去 去想要佔一點中國的土地 被中國打回去嗎 打回去後印度就說 你美國不是跟我說 你要跟我當靠山嗎 美國人就說 我這個是你們家領土啊 這個中國的領土啊 美國這時候就說了 所以印度後來也這樣找 但是美國可以一直玩 這個遊戲玩不玩 為什麼 因為這些國家 總覺得有靠山 比沒靠山好嘛 哪一天中國就勢軟了 那就失弱了 那我就可以強占一點 好 所以你剛剛講 那如果說美國真的是 說菲律賓我可以當你的靠山 然後甚至還說不排除 可能還可以拉澳洲進來 澳洲現在最起碼 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應該不可能這麼做的 因為你剛剛講 美國其實後面 還有很多些重要的會議 他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 要恢復高層的對話 甚至是習拜會 也不要把它弄砸了 那何況澳洲 澳洲我看那個澳洲總理 埃班尼斯 他最新的一段談話就是說 他希望能夠在G20 大家知道G20什麼時候開嗎 就是9月 9月 下個月 9月要開這個G20的會議 然後澳洲總理埃班尼斯說 他希望能夠在G20的時候 可以單獨的跟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有一個會面 有這樣的一個對話的機會 那我就問了 9月份開G20 剛才我們在講的說 這個聯合巡航說 最快最快第三季 那不也就是9月嗎 你覺得有可能嗎 澳大利亞的腦袋 你很難去判斷 因為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的腦袋 是有點奇怪的 他可能會認為說 哎呀我的經濟歸經濟 安全歸安全 它可以分開分開 經濟我要賺你的錢 安全我要追隨美國 是敲你的頭 但是你要接受 你要接受一手給我賺錢 一手讓我敲你的頭 那你如果不跟我接受 你就是壞人 你真壞 這澳洲的邏輯 對你怎麼可以不讓我賺錢 然後再拿你的錢 去買武器敲你的頭呢 你怎麼可以這麼壞呢 你怎麼可以 不讓我做這個事呢 所以澳洲你很難去估算它 也不要太有把握說 絕對不可能 它很怪的 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都很怪 所以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澳洲總理 艾伯尼斯這樣的一個說法 仍然只是向一廂情願 就等大陸領導人 我們習近平看 他這個澳洲到底要怎麼做 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可是呢現在回來 我們要講的是 剛才在說 在南海這邊搞事 菲律賓仍然動作不斷 但是大陸方面也不客氣了 最後一個問題 針對這個部分 賴老師 所以接下來大陸要怎麼做呢 我個人認為 在維護南海主權這個部分 中國絕對不會手軟 而且意志也很堅定 然後如果域外的國家 如果大家想要介入的話 坦白說試看看 我覺得意外的國家 是虛張聲勢 因為他們都知道 這個地方對他們的利益來說 實在是太小了 但是他們的目的 再強調 這些域外國家的目的 是希望能夠有一次 挑撥成功 散動成功 域內的國家跟中國大陸爆發衝突 一旦爆發衝突 然後有很多國家 他們就會開始看 那這個是中國大陸是怎麼樣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害怕 然後就尋找美國的保護 這就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但是域內的國家 有一些像杜特地 那麼聰明的人 他就會反過來說 那你美國去宣報打前鋒 你打了以後 我跟在你後面 我跟在你後面 你打 你打下一個島嶼 我就站一個島嶼 你打下一個島嶼 我就站一個島嶼 那這個時候 美國人就不幹了 所以杜特地就說 原來你是框我的 所以你看域內 有一些國家 他就不被騙 他就跟中國大陸 就建立很好的關係 而且你看這五年 大家都相安無事 而且共同開採石油天然氣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在您剛剛估計的 就是這段時間內 美國不會停止做這些事 那這個船到底要怎麼辦呢 讓他繼續在那裡嗎 坐攤 目前來講最好的方式 就是讓他繼續在那個地方 就是大陸也不要上當 否則的話再起爭端了的話 因為裡面有人 除非你去能夠把人都逮捕 那就以後就是都噴水就對了 是的 那以後你來就給你噴 那如果說你菲律賓的 小馬克思要搞多久 那就陪你玩多久 是 大陸的海警船 恐怕只會增加了啦 會增加會越來越多 然後在那個地方 可能開始填土了 我覺得中國大陸 大陸也可以在 仁愛教開始吹田 就開始進行工程了 然後越來越多 然後就慢慢的 就建立起來 就駐軍也就上去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 吹田完了以後 把這個海港都建立起來了 然後這個整個 整個都把它圍起來 那慢慢的 他們就都沒辦法靠進來了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做的 好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在北邊 其實美國現在壓力非常之大 是因為在這一次 中俄的聯合巡航 竟然也已經到了 美國的阿拉斯加附近 阿劉申群島這裡的海域 那麼美方一再強調是說 這次並沒有進入到領海 而且也不被視為威脅 可是事實上 美國實際採取的行動 是他們立刻出動了 四艘驅逐艦 還有P8的反潛巡邏機 是的 賴老師怎麼看這件事情 對於美國人來說的話 這一次的壓力確實很大 然後它也釋放出一個訊號 就是美國的本土 不被攻擊的神話 正式破滅了 因為中俄的這一次的海軍 聯合巡邏 因為再強調 這是聯合巡航 對 那未來中國在這個海域巡邏 的可能性是會增加 而不會減少 只會增加 怎麼個增加 例如說我們現在看到 是一年一次 對 那去年也有 但去年規模更小 去年我記得好像是一共七艘 對 這次是十一艘 對去年七艘 而且那個就到白領海峽那個地方 俄合赤克白領海峽 到北部以後就回來了 那這一次已經到阿里斯蘭群島了 更難了 阿里斯蘭群島 你知道再往南走 就加拿大了 然後再往南走下去 就到美國的本土了 就是那其實 阿里斯蘭還是美國的本土 只是說離美國的那個大陸 也一點點 對 可是您看已經到阿里斯蘭群島了 所以對美國人來講 壓力就很大 這是因為我們在強調 美國過去一直創造的一個神話 就是說美國的本土 不會受到攻擊 所以美國的老百姓 反正我的本土不會受攻擊 所以它就對很多國家 就很不禮貌 而且你看喔 它這個驅逐艦上面 我是說像中國大陸 055 052 那個上面其實都可以直接 發射導彈的 是的 因為055的 有一百多個垂直的發射具 對 發射 那就是說至少有 一百多枚垂直的發射導彈 這個導彈可以裝戰術核彈頭 可以裝戰略核彈頭 也可以裝常規的 那它本身可以攻打 這個船 也可以攻打地面的軍事設施 對 那當然如果美國有 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城市 那麽有構成威脅的話 它也可以對美國的戰略城市 構成威脅 對 沒錯 所以那您想 055有100多枚 052有60幾枚 兩艘加起來就將近200枚 那還有一個彈藥補給船 也跟上去 各位想想 那六艘船 假設是553三搭 那就已經有600枚了 那再加上俄羅斯的 那就將近1000枚 不到1000枚 可是1000枚 就這個船隊一出去的時候 那如果說彈藥補給船 再補上去 那對美國本土你想想看 它有幾百個軍事設施目標 都是在中國的導彈的攻擊範圍內 所以對美國來說 當然是沿著一帶 不然怎麽會同時四艘 驅除艦全部都出去呢 為什麼要四艘 一艘就跟蹤就好了 為什麼要四艘 那就是代表陣仗很大 美國壓力很大 但是因為過去 都是美國到你家門口 到你家門口六搭六搭 現在是你到我家門口 六搭六搭 以前我不是常講航行 航行自由嗎 那所以他現在總不能夠說 你已經對我構成威脅了 我現在我也有我的航行自由 對不對 對中俄來講 他們確實是這樣的主張 而且美國很清楚知道 它如果攻打中國 你攻打俄國 它如果攻打俄國 你攻打中國 因為這是聯合艦隊 聯合艦隊 如果你美國對聯合艦隊 有任何威脅的行動的話 你是同時針對兩個大國 就兩面開戰 對 就是說 因為是中俄在巡航 所以你如果是對中下手 那就表示 也是對俄國在下手 對 因為是聯合在巡邏 聯合軍事行動 那就是等於是 同時對中俄開戰 哇 知識體大 這個是 所以中俄的聯合巡邏 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 對中俄的艦隊 有任何威脅的話 就等於是同時 對於中國跟俄國 同時開戰 這個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能夠對於中俄的兩個大國 同時開戰 對 所以這個美國 當然會覺得壓力非常之大 是的 那以後又偏偏你剛剛講 你預估以後這個巡航的頻率 會更加的密集 你把一年四季都來啊 冬季比較不好 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 是一年一次嘛 那以後可能會 春 夏 秋 對 以後很有可能會 一年兩次都不一定 就是適合航行的時候就出來 然後如果密度再高一點 一年三次也不能排除 就很難說 對 很難說 因為中國的聯合巡邏 它並不是說就是船 就這樣開而已 它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會做各種戰術的編隊 對 然後隊形的變換 還有就是針對不同的演習狀況 然後在這個海域中 做各種操演 那走越多的時候 就越熟悉這個海域 我看這個媒體有報導說 俄中的演習有包括 通信的訓練直升機 在對方艦艇的甲板上起降 就是等於說 中國的直升機 在俄國的艦艇甲板起降 還有在白令海西南部 聯合反潛演習 那這代表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的直升機要到你的甲板 你的直升機要到我的甲板 那我要上你的艦的時候 你要跟我的飛行員 要有聯繫 要有指導 那是不是我們的軍事術語 是相通的 我們的通訊碼是相通的 還有我在甲板上的操作手 你都可以懂得我的操作的意思 那就是標準化 這是第一個 那您剛剛講的反潛演習 那就必須要有 水下要有潛艦 對啊 所以美國才會有 琵琶I出來 所以難道說 我們現在標題是寫 中俄十一艘艦 十一艘 那是水面艦 這個是水面艦 但是有我們所不知的 潛艦在水下 我覺得不能排除 就很難 就有可能 不然怎麼進行反潛演練呢 對 就是一方面說 中俄在做反潛演練 一方面這個新聞就告訴我們說 美國有四艘驅逐艦 在加P8反潛巡邏機 所以不知道是誰的潛艦在下面 那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如果是俄羅斯 或是中國的核動力潛艦 那麼也進入了這個海域 那這個等於是美國本土 全部是在中國大陸的 或是俄羅斯的核攻擊的範圍內 而且這個是無法攔截的 對 所以美國的壓力當然很大 是 是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在這一次看到 這個中俄的聯合巡航 確實 那現在你剛剛講說 其實它離加拿大也很靠近 該不會以後也是在加拿大 對 因為你加拿大 沒事就把船開到南海 東海 飛機不是也飛到南海 然後還說我有自由航行 那未來中國船艦 當然也會沒事到 加拿大的家裡面溜溜 然後甚至未來 我估計啊 未來航母也有可能會走 那麼一趟 航母 對 我覺得 中國不管是遼寧號 或是山東號 我覺得中國大陸的航母 遲早也會走這麼一趟 然後艦載機在這個 加拿大的外海 這個地方舉行起降 然後也是沿著 加拿大的海岸線 就是毗林區 對 那麼在那個地方進行巡邏 這個就告訴加拿大說 我來了 哈囉 我們打個招呼 然後呢 那個加拿大的飛行員 也會上去 但是因為加拿大的空軍 比較弱嘛 海軍也弱 那未來中國的艦隊的 數量越來越多 然後當然 例如說以後就是 我們擺出一個很大陣戰 對 那加拿大就 哎呀 你在加把有勁啊 再多造兩艘艦 你可以向我們中國下訂單 我來幫你造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 有額外的折扣喔 還是好 CBD GOOD 平衡 CTI часто CTI-17 不足 CTIVE